从香港的安全相比 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哪一个更重要 一目了人 一目了人 美国一贯奉行双重标准 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合则用 不合则弃 建国后近250年间 仅有16年没打过仗 在全球拥有数百个军事基地 谁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 国际社会自有公论 美国回归根本不是什么王者归来 而是跳课学生返校 日方强调排放的是经处理的净化水 又何必建造储存罐 严密封装 日方称排放参照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 但全世界还没有将核事故产生的污染水 排海的先例 哪来的惯例呢 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这是一个充满恶意的问题吧 澳大利亚外长为何对此视而不见呢 从哪里来的底气和勇气 对中国指手画脚 你最好去问问加拿大政府 什么是人质外交 谎言重复一千遍 还是谎言 不要一笑大方 被人笑掉大牙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正视问题 反攻自行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希望美方特别人能做好家庭作业 加强自身文化修养 有时间还是想想 怎么把自己国家的事情搞好吧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 谨言慎行 不要玩火 我想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管得也有点宽 中国人从来不惹事 也从来不怕事 要先把中国出名是吧 这是痴心妄想 怎么可能呢 还有点不自量力 荒谬无知 是华众取宠 骑视道明 不说三道四 居心叵测 直手画脚 美国号称自己是全世界自由的灯塔 但这灯塔似乎不怎么亮 行有不得 反求诸子 手心的太强 容易站着腰 美国才是当前 全球战略安全与稳定的最大威胁 替他人火中取栗 最终受伤的肯定是自己 我猜得地 尔合 无论 咪 虽然 咪 虽然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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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